接下来我们请李燕秀议员发言 立法院国民党团开时事记者会 台北市议员李燕秀也受邀出席 原本他港湖的初选 要对战议会同事优书会 但新北市长侯友宜出手协调 成功说服优书会退选 侯友宜市长在适当的时间 找我们坐下来谈 中间的很多过程跟误会 我觉得有进一步厘清 做下来的机会 我觉得都是好事 也是匪夷所思 因为自从罗友宜爆出侯友宜 在桥议员选举 现在又桥立委选举 好像变成新一代的桥王 放着新北市政不管 却跨过界 捞过界 跑来台北市 这样子的行为 其实是致新北市民于不顾 国民党在港湖区 蓝绿冲演2020年的对战组合 但侯友宜从淡水林口 协调洪梦凯跟陈伟杰 新店区的卢明才还有刘哲章 以及新竹县一选区的徐新营 林维州 包含这一次已经是第四起 绿运酸他是桥王 侯友宜还反问 这样不好吗 能够到中央跟地方一起并肩作战 带动双北的合作 也带动双北的发展 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侯友宜市长真的是够了 你的无心市政已经反映在新北市 各种的市政没有做好的情形上面 那你现在一心一意 只想要处理党务 只想要参选总统 这不是新北市民所热见的 相较过去避摊党务只说市政 侯友宜近来热心协调党内选区竞争 被解读是以国民党准母亲自居 是不是为了自己选大位铺路 答案很快就要揭晓 新北市长侯友宜现在被形容是 新一代的桥王了 新北瞧一瞧 现在瞧到若芳你们这边 台北市来了啦 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侯市长他三度瞧党务 先后协调了淡水 新店 现在还瞧到台北市的港湖立委初选来了 不过这件事情一曝光之后 其实很多人就讲 因为确实啦 淡水陈伟杰议员 对上洪孟凯委员 新店是罗明才委员 对上刘泽章议员 好像这个看起来都是双方的实力 都是有一点悬殊啦 那在游淑慧跟李燕秀这边 看起来好像也有点那种 三七笔的感觉 所以大家觉得说 那侯友宜怎么都瞧这种 好像都是柿子专挑软的吃 就有人说不然你大安区 你罗志强 钟佩军 杨永明 要不要来瞧一下 之前心肺大战闹得沸沸扬扬 侯市长怎么没有出手呢 来若芳 应该就是想要塑造自己是一个 国民党内的一个共主 就好像是他只要出来协调 凡事都可以摆平 然后就可以让国民党一团和气 大家你去选你的 你就去另外一边选 好像他就是共主的感觉啦 但是我真的就是侯友宜市长 你把我们的蒋万安市长放在哪里 台北市的市长可是蒋万安耶 你怎么跑过来我们这边协调咧 对不对 好那没有 因为侯友宜 我觉得他的民调 刚刚我们在讲说他的民调26% 那刚刚少廷议员有讲到说 这个26% 他因为是还没有确定 但不要忘了侯友宜 一直以来都是没有表态他要选嘛 可是他之前的民调是高的 他也是没有表态要选啦 可是他是一路一直往下调 那当然他后面中间也经过很多 大家对于他的什么 HOHO GPT啦 然后包含500万啦 包含恩恩案啊 从恩恩案开始嘛 那一路一直到就是后面的开始瞧啊 瞧这些有的没有 然后还有枪击案啊 就大家就觉得说 你的民调一直掉 然后而且你出现的就是 你的市政上不利 那你现在一直在处理 就是瞧这些事情 那然后呢 然后你要干嘛 你就是要成为共主嘛 可是就出现了一个 国民党中南部开始就是反他嘛 因为其实国民党内部 南投的议长反弹多大啊 南投的议长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当初在南投选举的时候 他没有出现啊 大家会觉得说 选前之夜没出啦 选前之夜没有出现嘛 那大家对于就是 侯友宜就是只要是 国民党比较正义的 包含那时候的四大公投 他很多的议题是没有表态 没有跟国民党站在一起 包含现在在选 南投在选举的时候 很多场选举的时候 只要是比较正义的地方 盐宽恒那时候他好像也没有出现 然后南投的县长选举的时候 他也没有出 那立委补选的时候 他也没有出现 那当然国民党内部就会觉得说 那你到底 你应该要出现 跟国民党站在一起的时候 你永远都是不沾锅 拍拍拍跟我没有关系 那你现在要成为那个国民党的共主 我觉得第一个捞过架 第二个让新北市民也觉得没有办法接受 就是你新北市处理不好 你处理到台北市去干嘛 第三个其实就是说 你自己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好好解释 那你现在处理就是什么新店 处理什么 那你真的有办法成为共主吗 可是依照民调看起来 他似乎也不会是一个国民党 现在最强最强的共主 所以我觉得侯友宜市长 你真的就是 你连核四的这个核电的这个部分 郭台铭这议题已经丢出来给你了 就是要打你嘛 你连这个都不敢表态 不敢接求 我反而还觉得郭台铭有价值 一线是一核电厂 这超有价值的 但侯友宜你反而没有价值 我觉得身为一个 你要想要成为总统候选人的 你很多事情不沾锅 只要有争议的你不敢去处理 只要是有意见的 你也不敢去回应 那你去处理这些国民党的 那个而且还不是新北 你处理到台北来 那台北的 我都觉得为蒋湾安报复 这种应该是蒋湾安要处理 怎么会是侯友宜呢 对不对 对啊 像刚刚就有议员讲说 那怎么会是那个侯友宜跨过界了 我觉得大家都在看 就是你党内事务一直在处理 但是事政事务 你却没有办法处理 我相信侯友宜的大概26%的这个民调啦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继续往下掉 因为他这民调是3月20几号做的 枪击案是4月份才发生的 如果他后面还有再一波民调 我相信他还会继续往下掉 侯市长现在的处境 红络委员再来帮我们补充一下 其实我记得我们在讨论 大概前一两个月 有一位好像是云林的议长 出来呛瞎说 侯友宜在这欄报报表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还不太相信 但是怎么最近看这样子的新闻 这样子的态势 南投县的议长何胜丰 他也这样出来说 说国民党如果真的提侯友宜 他就要退国民党 虽然事后有改口否认 并没有要退党这件事情 可是他语气当中 就是对侯友宜充满了不信任 充满了不满 他说党如果党提名的人 没有办法让国家有安全感竞争力 那种人我不会去理 就不会去管他了 这话这说的是蛮硬的 賴委员 这说的话虽然是硬 但我认为这是议长的心理话 你想想看 在当初南投补选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议长 应该也是为国民党尽心尽力 这就是国民党的议长 对啊 我相信他一定对国民党尽心尽力 那他整个过程看侯友宜 这种能眼旁观 然后这种是你们家的事情的感觉 我相信 侯友宜有去扫接 台湾公里才有很多 20分钟左右这样 不是啦 总统去扫接 都不只20分钟的 那他 哎呦 我说的总统不是只有蔡英文总统 只要有心的 你从马英九到哪里 去帮人家扫接 那我20分钟的嘛 所以我 因为侯市长脸上问导游的尴尬 他就是不甘愿去啦 但是又不得不去 去一个交代而已啦 我觉得 议长的心情 我可以了解啦 那当国民党需要你的时候 你侯友宜在哪里 侯友宜就是 我自己好就好了 我自己好就好了 你像那个四大公投的时候 那时候也有很多国民党人在骂侯友宜 大家不要忘了 对不对 那这个南投的浮全的时候 侯友宜你看 您最后一个晚上的赵世王会也没有到 对不对 这对很多国民党的人 对侯友宜 其实这个感觉就是说 你就是要来拿国民党的资源而已 但也没有替国民党做任何的付出的感觉 我相信很多中南部的人 可能就是对这个侯友宜的看法是这样 尤其是我们陈玉珍立法委员 就在公开讲啦 他就是看不看不起侯友宜这样啊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了侯友宜 当然有他的 在国民党里面的劣势跟缺点 但现在是 郭台铭能够马上激起执罪超越他吗 好像国民党现在的郭台铭又不能超越他 然后朱立伦呢 也没有办法超越他 没有任何人一个可以超越他 所以国民党现在的很多人的处境 我认为就是说 不只是要含内投票而已 可能 我认为会有很多韩粉的人 到时候连票都不投了 我认为连票都不投了 没去算 这对国民党来讲一定是一个危机 不然你看侯友宜 他之前的民调 我们讲之前的民调在过年前都还有三成 那个气势不得了 都有三成 现在剩下两成多 而且这个两成多 我个人认为是有可能再下跌一点点 因为这几个礼拜郭台铭这样子一直动 一直动的情况之下 我不认为郭台铭的民调这是他的最底 我认为郭台铭的民调可能会往上一点点 那到时候如果两个人民调差不多的时候 如果差个零点几或什么 哇国民党要提名这个侯友宜的时候 我看这个很多的韩粉跟很多的郭粉 我认为对这个结果都不会满意 所以这个现在才是国民党最重要的问题 那你说侯友宜他会不知道吗 他当然知道 所以你看他在这个议会的咨询 你看他就是还是以前那样 我也不想多说话 他怕说错话 多说多错 所以干脆就不说话 在这种情况之下 郭台铭如果这样子一直创造声量 虽然有很多声量是负面的 但大家知道郭台铭要选总统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他这个创造声量都知道了 那我很难保证说 郭台铭会不会到最后民调赢侯友宜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侯友宜不是稳的 尤其刚刚大家在讲 侯友宜去瞧那些什么立委的选区 我跟你讲 好瞧的他去瞧 难瞧的他就不瞧了 对不对 这个就叫软了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他就是说他对自己有利的问题 他不是不把蒋旺安看在眼里而已 我跟你讲 朱立伦在哪里 这应该是朱立伦要去处理的吧 对啊 这是朱立伦要处理的事情 蒋旺安算什么 对不对 他连朱立伦 朱立伦跑去哪里 蒋旺安自己不要被扫到就好了 对啊 朱立伦都不见了 说侯友宜完全不把你发眼里 干嘛 侯友宜连朱立伦都不放在眼里了 不然照理讲 这是朱立伦要去处理的啊 对不对 那侯友宜为什么要费尽心思瞧这些 因为他知道他的民调有危险性嘛 他要这样子来创造声量 好像他对国民党有贡献 让一些反对他的国民党人能够支持他 现在国民党的态势 好像南部跟北部的声音很不一样 因为在北部这边 好多人不管是名嘴啦 还是议员 传出来的风声都是说 差不多一言怪点好啦 内定侯友宜的传闻满天飞 可是郭董还是不死心不放弃哦 这两天晴跑中南部 昨天先是去南投的子南宫 那么今天到哪里呢 今天跟到台中去 跟言清彪两个人实质紧扣哦 等一下回来一起来看